热点时评 乌鲁木齐火灾致死死 民众质疑封控措施阻碍救援 作者 长彻 Amy 长钱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长彻是纽约时报亚洲科技记者 他曾为中国项目工作 并作为自由撰稿人报道中国的技术和社会 A美长钱在台湾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中国官员表示 新疆一栋居民楼失火导致10人死亡 9人受伤 由于新冠封锁措施 当地许多居民已居家超过3个月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消防当局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 周四晚间该市吉祥院小区15层起火 火势后来蔓延至17层 烟气扩散至更高楼层 据官方媒体报道 火灾因15层一户人家卧室插线板起火导致 报道称消防员于3个小时后扑灭火情 当局表示 死伤者均因吸入有毒烟气被送往医院救治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关于新冠限制是否妨碍火灾救援或导致居民无法从家中楼中逃生 引发了一系列疑问 新疆拥有2500万人口 由于当局对新冠疫情爆发的强硬应对 该地大部分地方已被封控100天以上 部分地方封控导致居民身陷困境 难以获得食物及其他必需品 例如药品及女性卫生用品 据官方媒体报道 发生火灾的吉祥院小区属低风险区 这一级别的封控允许居民下楼 前提是他们进行自我检测 避免聚集 但许多中国网民对官方说法表示质疑 他们转发了看上去是政府与吉祥院小区的聊天截图 表明该小区近期处于更为严格的封控中 会导致居民难以安全逃生 中国的评论人士也将看起来是在尝试灭火的视频 作为封控拖延灭火的证据 视频显示从消防水袋喷出高压水 但无法喷洒到起火的大楼 这表明由于小区遭到封控 消防车无法更靠近大楼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说法无法立即得到证实 新疆是一个有多民族的地区 政府一直针对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等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 进行严厉打压行动 当地居民尤其是维吾尔人 往往会因与外国媒体联系遭到报复 但居民可能被封在家中或小区中的相关描述 符合中国许多地方封控执行的情况 临时路障和封锁大门 都是为阻止那些可能接触病毒的人离开房间或楼宇的关键措施 周五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乌鲁木齐事发地附近一家警察局的警察 他表示无可奉告 并让记者去看官方通告 记者联系到的其他社区工作人员也拒绝置评 曾寻求外界关注新疆人民 长时间被封控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表示 这场悲剧表明当局没能保护好居民 人们没有获得允许 无法轻易外出 现居华盛顿的维吾尔族学者塔伊尔一鸣说 我失望的地方在于政府处理得非常糟糕 他们表明了他们不在乎维吾尔人的生命 在中国这样拥有各种设施 设备和人力的国家 消防部门为什么会没能在三小时内控制火事 中国网民在网上表达了愤怒与悲伤 转发昨晚的乌鲁木齐火灾是所有新疆人民的噩梦等文章 他们传播呼吁向乌鲁木齐火灾遇难的十位同胞 致以沉痛哀悼的黑白图片 一些居民为那些因火灾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 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 关于中国对新冠清零付出代价的疑问 正在对他打破先例获得的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 围绕着对风控的愤怒 以及人们普遍对病毒的恐惧 已经在过去两周导致广州及郑州苹果最大的iPhone工厂 数以千计的工人进行大规模抗疫 中国已经在艰难应对新冠疫情爆发不断增加 全国各地新冠病例激增至破纪录水平 但以全球标准来说仍然很低 周五 新冠病例数字接近32700例 其中近1000例在新疆 乌鲁木齐的火灾是本周报告的第二例重大悲剧 周一 河南省一家工业设备生产商的厂房起火 导致38人丧生 这是数年来最为致命的火灾之一 近年来 火灾导致10人以上死亡的情况很少见 律师 中国消防安全专家蔡伟达说 他表示 鉴于这场事故为小型火灾 消防部门的反应不同寻常的迟缓 他将延误归结于消防车缺乏移动的空间 高层起火的特有挑战以及路障 全文完 没有了 这样做的 是 这是 不是 这些火灾之的 我一直没有重新的火灾